新竹縣是民進黨的艱困選區 如果這次國民黨直接提名林維洲 民進黨現在也不知道要拿名字 因為上街選那個已經去做 竹北市長 然後新竹縣現在也不知道要找誰 然後還在到處尋找徵召 忽然間換成徐新穎 徐新穎剛有提過 他就是民國黨 民國黨的背後就是妙天 他們現在去喬這件事情 對朱立倫 黃建廷來說 我先不管楊文科 因為楊文科是在地 楊文科我的認定 他是故意人 不要給他砍掉 對朱立倫 黃建廷來說 為什麼要換掉林維洲 為什麼 是因為最近有一場火葬場的抗議 然後下面有人在罵 然後他在上面講說 對啊 他就說什麼狗不要亂叫 在中國的公鬥裡面 底子是很重要的 素子是一回事 你這樣一樣在說趕快徵召 不要搞什麼郭台銘什麼的 鄭立倫就被朱立倫罵得很難聽 你內鬥 你搞什麼內鬥 對 然後林維洲 因為這些人都報他來 不會把你當... 他們要表現得特別的忠誠 然後才能顯現出 他們不是背貫 問題是到了簡陰觀頭 被犧牲了還是他們 所以徐新穎當然背後的勢力很龐大 能夠提供的資源會更多 所以對朱立倫跟黃建廷來說 他提名林維洲是沒有用的 我抱歉 因為蔡州委員在這裡 我們邦家那區民進黨是這樣 在想說到底誰才能夠脫穎而出 所以是透過一種離讓的方式 以前我們來政學看要怎麼樣 對 看你的爆發力是比較好的嘛 可是你剛講新竹是怎麼樣 新竹是溫溫溫 新竹線是溫溫溫溫溫 結果他們竟然讓一個外來的 不是 你剛講 不是什麼什麼敵術之北 我覺得其實是苦苦的問題 新竹線就 你的意思不對 我都 這個本來就沒有辦法 我怎麼比得上新竹線兩個選區 比較上面的那個 就是林維洲的選區 然後比較下面的左下角 那就是另外一個林施 就另外一個林施敏 林施敏的選區 理論上對民進都是很困難的選區 徐昕穎不是没选过 有他也当过立委 他曾经是国民党 他那时候是国民党选的时候 我跟你讲 徐昕穎不只是国民党 徐昕穎最早最早还是台联 我那时候还在台联的时候 他就要代表台联选立委了 这土木工程的博士 他是一个人才 卫星 对我不否认 但是就是说 他这样的忽然间出现 一定是国民党 就是朱立伦跟黄建廷 受到了什么样的压力 才会去改变提名徐昕穎 是压力还是诱惑 资源 资源 这个另外再说 那是资源 他没有压力 那你说何博文 何博文是很大的汤圆 何博文本身很大资 没有错 你要奢何博文是很难 因为他很大资 那何博文他 他这次就是不选议员 他跑出来想要选立委 那那个基本 后来就是协调完之后 他就跑去选淡水 淡水 何博文也不是没选过 他上次也是去淡水 选 所以对党中央来说 何博文你就算过了 所以你去淡水算 这里头有听过何博文说 何博文能够出来吵拌 他说要给我五千 给我三千吗 不可能 民进党闹他就几 好我现在讲 何博文 你一定有去协调这件事情 是谁叫你协调的 还是你狡猎 比如朱立伦说 土树三英 那个什么柠檬要算 不然你去把那个 那个什么人敲掉 搞不好这个何博文就说 那我很适合 我来处理就好 可是交代他的那个人 也没有管何博文怎么处理 何博文搞不好 就想了一个方法 就要劝退了 就要劝退 所以这件事情呢 对没有错 刚刚讲那个什么党部主委说 没有 我们也没有叫何博文去处理这条 什么人说没有 何博文在的时候 不是我们董的人 我们董的人 我哪有可能叫他去敲招 也没有人叫何博文去敲招 可是可能有人跟何博文说 你去告诉他 就刚刚讲的 每一个人都有人脉 每一个人背后也都有大哥 有老大 有可以讲得动的人 搞不好当时能够叫得动的人 就是何博文嘛 所以何博文搞不好 是自告奋勇去弄这件事情 所以现在听起来 就整个就很合理 就是说不是党中央叫他去敲了 也不是新北市党部叫他去敲了 搞不好也不是朱立伦叫他去敲了 都不是搞不好 何博文会自己处理去敲 何博文会自己处理 一定有这一场敲 我跟他讲一定有这一场敲 只是没有人交代侯友宜 那侯友宜可能用他的各式各样的方法 曾经出现500这样的一个东西 去瞧了这件事情 才会演变到这里 你现在给他砍大 说所有的这个选举 选区的协调 从A到B到C 全部跟钱有关 我跟你讲我再讲一遍 搞不好侯友宜当时 我现在帮侯友宜讲 侯友宜你的发言人实在很弱 我帮侯友宜讲 侯友宜搞不好当时真的这样讲了 他说没听到 我看你不要算了 你去计算 大的 帮你处理看500万 到三天 不用 我帮你 我找500给你 对 我找500给你 搞不好他不是 他不一定是拿500万 侯友宜自己拿500万要给 罗友智 他说大的帮你处理 我就处理500万 给你 搞不好就这样而已 那这样有没有违反什么选拔 那是另外一件事 搞不好侯友宜讲话的口气是这样 侯友宜就很想说清楚 就是说 没错 我有协调他 然后我也有答应他说 我会帮他募款 选举要钱 这个天经地义 这样说就说过了 就结束了 侯友宜说你明天要出国 如果有话 今天脸书闭闭闭闭 你明天知道就 方式去出国 就是你出国的事情我有意见 新北市长要出国 是要报行政院核备了 还有那四个局长 那四个局长 你们什么时候请教出国了 什么时候 因为三月的时候 卓冠廷跟颜卫子 颜卫子是发公文 卓冠廷是直接问那个局长说 你们几月要出国吗 因为那时候青年局长还没上任 另外三个局长都已经是现任的局长 问说你们要出国 要去新加坡 什么都说不 我公文他也都说没有 所以你们什么时候请假的 局长出国要请假 那一个签说局长出国要请假的签 什么时候签的 你就继续说看 你如果是说二月就签了 二月就签了 代表你们走就有了 如果这几天签了呢 那就是临时要出国了嘛 那这个事情就结了嘛 侯友宜这个事情说不清楚 今天要干 把他四个局长请这单子 拿出来 我们就家都在家了 因为你们很早就已经清到清好了 这个事情有这么困难吗 然后你还需要透过张爱津 然后用市政府的资源 骂名嘴骂什么 骂一大堆 你以为那里是侯友宜的竞选总部 乱七八糟 这个小成功靠朋友 大成功靠敌人 我是何博文 我现在松开要求他 我提告基本上我们要了解何博文 有没有提告的这个资格 当有嘛 因为他新北市党部主委 又是资深议员 当然你也可以做这样操作 他要选挑战未来的这个洪孟凯 但是他们这个条件 当有嘛 第二个是什么 我们很害怕检察官 基本上好像自身事外 这种事情如果你不去提告的话 那就要赌检察官 他道德良心或是对媒体 基本上有没有这么关注嘛 因为这个还是属于公诉的范围 好 但是何博文提告之后 没有想到 整个草船借鉴 国民党基本上倒过来 全党打一个人 所以说明前科到目前为止 到底是侯友宜先受其力 还是何博文深受其害 我觉得何博文 基本上赚到一波流量 简单来讲 洪孟凯是不是很担心 他未来挑战呢 不知道啦 现在是什么 林家兴我觉得这个逻辑很有趣啦 瞧 因为何博文 他念了这么多东西 还做这样一个手板 讲到半天 何博文是有开500万的 这里面有没有对价关系 如果我举几个例子 国民党之前就会笑不出来 什么 大家要换选区是不是 瞧选区是不是 大概就有四个考量 胜选 派系互动 还有选区结构 候选特质嘛 第一个首当其冲的 是什么 我们的好朋友 页元芝 现在要选板桥东区 还是西区 他基本上都语带 这个神秘 说我的支持者讲 我东区很强 可是西区 民进党很弱 我不知道选哪一区 到后来 如果他是在东区 那我会说他被瞧的 谁瞧他 有没有对价关系 我不会这样对待预言之 还有张善政那时候空降 民调最高的应该是鲁民泽吧 请问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玄机 国民党自己的事情 那时候我们当笑话来看 好像也没有指涉说 这里面手贏了 因为没有钱 你没有直接这样证据 第三个是今天才发生的 国民党林维洲被劝退 林维洲是三届立委 更关键的地方是什么 他还当过副议长 当过国民党的副秘书长 瞧他人是谁 朱立伦 跟秘书长黄建廷 换谁 换徐兴 徐兴背后有多强 大家知道左边妙天 右手宣明志 2012年的时候 徐兴盈居然得到全国第一高票 17万票 打派彭少景 这个还有那么间接关系 那我可以说国民党戒列欣喜 挖到徐兴 不是徐兴 是徐兴盈差很多 挖到徐兴盈这个吧 不会 那是你们家务事 有人为林维洲赶到扼晚 有人都觉得 林维洲可能过去 跟绿营的背景关系 虽然被换掉 所以怎么会拿这种逻辑 因为巴竿是打不着的 这第二点 第三点是什么 我的媒体间的朋友 比较资深的 说这个罗友士叫做 罗友士的生存之门 简称叫罗生门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你会发现 从过去很模糊的 这个寒沙摄影的 或是说 基本上意图使人去联想 到现在是非常非常明确的 简单他不怕告 或是你最好来跟我谈 甚至来跟我瞧也不一定 这是他的生存之门 可各位要了解 侯友仪过去过关 恩恩案 是什么 冷处理 不然就叫下面人出来 来跟名嘴 对谁 过去他就 策略就是 要把这样的争议 变成各说各话 所以恩恩案他过关 这一部剧 本来不是这样演的 正向发展本来是什么 小弟本来出来扛 说我们都要没这个事 我们大千倍 我都太痴了 很像吧 大要说 易博云天说 我没有这个道理 让小弟出来扛 如果我做这样的事的话 千倍就退出江湖 不就切磕 怎么啦 结果不是 外融成什么 小弟出来扛 老大出国三心兼私扛 新加坡理工大学 温朗东 只是去比赛 认识这个漂亮女生交流 我弟是新加坡理工大学毕业的 我去新加坡理工大学 看我弟弟很多事 我把他安排就好了 而且行程跟柯文哲有的比 都空白的 国民党的某议员 还帮他为事说 你知道他住哪里吗 住香格里拉饭店 我说香格里拉饭店有什么 不行 那就当是你马锡惠 所以说的现场 2015年马锡惠 就在香格里拉饭店 我来说 你不要这样说 我帮你好了 香格里拉对话 每年都在举行 我们常佐委员最了解 你就干脆说 侯友宜为了香格里拉对话 将来当选总统 他一定会让你参与 所以搞了半天 态度非常简单 侯友宜不把话说清楚 但是以为出国 避风头三四天 这东西让头就过去了 有那么简单吗 等他回来之后 要临时他的 不见得是绿营 要基本上给他这个 更多的质疑的 也不见得是民进党 所以侯友宜能不能过这一关 这还很难说